大家好 今天是1月20日 竟然在香港为您带来亚太第一线 头条首先带您来关注到的是 震惊国际的怀疑虐待应用案 那么香港警方连同劳工处的人员 就到印尼去搜证 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而涉嫌虐待应用的女雇主 则是在香港机场被捕 警方中案组的四名成员 以及劳工处两名职员 一行六人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前往印尼 调查应用怀疑受虐待的个案 警方说高度重视事件 但由于受害人已经返回印尼 当局掌握的资料不多 此行会接触受害人 搜集更多证据 这次这一行的目的 最主要我们就会 跟受害人录取口供 跟他主称的医生 去了解他的医疗伤势 以及希望获取到他的医疗报告 作为我们的调查 以及我们的搜证之用 劳工处也表示非常重视事件 当局已经联络了印尼住港总领事馆 警方 劳工团体 以及职业介绍所跟进调查 我们今次去印尼的目的 就是就着违反雇傭条例的指控 搜集证据 以便日后 早日能够完成个调查 以及采取适当的行动 警方表示 由于案发到现在 已经有一段时间 搜证会比较困难 所以现在还不确定 会在印尼逗留多久 怀疑受虐待的23岁印庸 Ariana 月一星期前 在香港机场被同乡发现 身受重伤 揭发事件 Ariana现实仍然在印尼中爪哇的 一家医院留依 手脚多处发炎溃烂 医疗报告也指她有脑震荡 后脑肿胀和视觉受损的情况 事件震惊全港 并引发多个人权组织和外用示威 亚太地卫视 刘正慧 王胜晴 香港报道 而香港保安局局长李洞国就表示 政府对有应用涉嫌被虐事件 也是相当的关注 会快马加鞭的来处理问题 又形容 今次警方和劳工处派人到当地去跟进 也是破天荒的安排 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 议员刘惠清要求当局向外籍拥工 香港市民及国际社会发出讯息 网民香港有良好制度及法律 保障外籍拥工到香港工作 我们希望你很严肃去查 你初阶段发现我们的制度出了什么漏洞 令到昨天几千人去示威 有什么好的信息 强而有力的信息 可以发给香港和国际社会 保安局局长黎动国表示 所有官员和市民都非常关注 印庸怀疑被虐待的事件 正快马加鞭处理 我们快马加鞭 我们今次是特别是很特别的 一般来说我们不会派人去呆 今次是特别是四位警务人员 还有破天荒我第一次 劳工处有两位同事也都过去 充分显示出特区政府 对于这一类这样的案件 是会不为余力去侵查的 黎动国表示 香港很多家庭都需要外籍佣工 帮忙照顾小孩和老人 他对30多万名外佣 对香港的贡献表示肯定 又指劳工处在外佣来港时 都会派发小册子 提醒他们在香港的权利和投诉方法 劳工处和警方会跟进 外佣的劳资和刑事个案 亚太第一卫视综合报道